俗哥说电影,报告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半机械人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某高科技公司研发了一种人工智能武器 由于人工智能系统遭到了病毒的入侵 这种半机械人的杀人机器已经彻底失去控制 并且到处滥杀无辜 总统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也是闪烁其词 说了半天全是废话 由于这种半机械人抗击大能力强 而且有万夫不当之友 因此到目前为止 地球上90%的地盘全被半机械人给控制 而发明这种武器的某高科技公司的老板铁锤 也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这种所谓的半机械人 其实就是一半人一半人工智能的杂交品种 由于人工智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因此人完全成了傀儡 人工智能指动他不敢打气 人工智能让他逮狗他不敢抓机 已经彻底懵逼了 目前外面整天是鸡飞狗跳已经彻底乱套 政府呼吁广大老百姓 没事不要出去下游战 不然容易领盒饭 一年以后的一天 人类抵抗组织的中尉春花开着车正在狂奔 东躲西藏了一年之后 这帮漏网之鱼的食物已经基本上吃完了 这就逼得他们不得不出来找东西吃 春花正开着车到处下悬目呢 人工智能操纵的无人机突然就出现了 春花拿望远镜一看 发现一男一女正在固托无固定的逃命 从这个扮机械人的扮相和装备上来看 就是专门负责任人领盒饭 这位女龙套还没回过时就交了饭票 这个男的不是别人 正是失踪了一年多的高科技公司的老板铁锤 铁锤一看同伴死了那能干 上去就打算跟自己的产品拼命 扮机械人一个老汉水转就把铁锤给走目圈了 等扮机械人走了之后 春花从铁锤的书包里翻出了一个硬盘 这时候春花才露出本来的面目 长得还不错 颇有几分姿色 回到基地 程序员眼镜哥在电脑上一查才发现 原来这里边是高科技公司老板铁锤保存的一些秘密数据 春花说要想拯救世界 那就必须把铁锤给救出来 上校胡子叔说别瞎唬脑 就咱那几个人还想拯救世界 这不是开玩笑啊 春花说咱已经山穷水尽了 再不主动出击以后就没法混了 上校一听也对啊 再这么耗下去全都得饿死哥的屁 经过深思熟虑 上校决定派夏合老抽哥和狗胜 前往半机械人的窝点营救铁锤 胡子叔说这次的营救行动显向患上了 必须要杀了情话 春花说我也去 胡子叔说你得保存实力啊 后面还有几十场戏 下面必须介绍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弯刀大哥 此人年轻的时候和黑社会 后来改邪归正当了演员 长相丑陋一脸的横容 敢多看他一眼转挨走 随后夏合老抽哥和狗胜 全副武装前往半机械人的窝点营救铁锤 营地里有一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小姑娘小芳 这小丫头骗子的主要任务 就是负责尖叫往下咬 夏合老抽哥和狗胜来到半机械人的窝点 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 逼星连统的铁锤 可近来容易出去难 他们的行为很快就被半机械人给发现 紧接着就是一场枪战 根据剧情的需要 狗胜和老抽哥很快就交了翻票 铁锤开车拉着身负重伤的夏合回到营地 但没过多久 这夏合也因为伤势过重丢了命 铁锤说出事之前 美国总统来到了我的公司 总统说有一个兄弟公司 在开发一项能有助于国外作战的新技术 他们把人工智能设计成计算机病毒的形态 本意是利用病毒来侵入并控制敌人的主机 眼镜哥说那总统找你干嘛 铁锤说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设施和技术 不过这一切都是谎言 我们在2017年7月4号下午1点的时候 上传了含有该病毒的文件夹 一分钟之后 我们的整个操作系统就失去了控制 春花说到底哪出了问题 铁锤说不知道啊 如果让我猜测的话 估计是把病毒设计的过于聪明 让他们有了自己的思维 当务至极是关闭程序 这样就能让他们失去作战的能力 接着铁锤开始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 铁锤说这个机器的设计 是在一个信号下运行的 每台机器都有个接收器 只要废掉接收器就能废掉机器 如果能废掉信号的话 那么就能解除整个区域的办机械人的武装 铁锤巴拉巴拉说了半天 俗哥和胡子书等人听的是一头雾水 说白了就是要进入系统关闭程序 明明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 非要搞得那么复杂 这就是典型的戏不够水则凑 眼镜哥和铁锤正在破解程序的时候 突然发现里面居然装有追踪器 也就是说他们的营地已经被半机械人给发现 紧接着就是一场混战 这半机械人虽然行动迟缓 但抗击打能力超强 时间不大在营地混犯的张大爷就挂了 要说还得是弯刀大哥 手端加特林机关枪 上去就是一阵低伦光荡了 上校胡子书一个不留神 就被手段给蓝销接断 经过一场毫无悬念的枪战 弯刀大哥最终还是领了出汗 这场戏的结尾 小方和大长连躲进了地宝 春花铁锤和眼镜哥在开着车 前往半机械人的窝点关闭程序 大长连打开监控 发现几个半机械人还在外面瞎悬磨 胡子书虽然只剩下上半身 但是仍然活得很清醒 而且烟瘾还不小 眼瞅着胡子书在和半机械人的对射过程中 一枪被爆了头 小方突然一声尖叫 当时就吓尿了 半机械人一听 马上就对地宝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哎呀 这个才叫不怕强对手就怕猪队友 大长连的气氛本来就不多 因此死得很不甘心 转场之后 春花等人摸到了半机械人的窝点 找到了正在运行的程序 不过由于设置了防火墙 眼镜哥怎么也进不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半机械人突然杀刀了 上去一刀就把眼镜哥给宰了 不过这半机械人的脖子手转来 铁锤丑准机会手起刀落 把这哥们的头给砍掉 两人刚喘口气 又一个半机械人杀刀 这二位在逃跑的过程中 无意中进入了 安装主程序的房间 这屋里面坐着一个人 铁锤过去一看吓了一跳 这人不是别人的 正是他失踪一年多的妹妹东梅 此时的东梅 已经完全被人工智能力控制 东梅说哥 一年不见十分想念 看到桌上那个红色按钮了吗 往下一按 全剧组的人都可以 高高兴兴的留下按了 当铁锤正准备按的时候 总统突然出现在了屏幕上 总统说我们给你的病毒 并不是为了入侵敌人的主机 而是为了侵入你公司的主机 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军队 进化地球重新开始 你妹妹全靠这个系统 才能活到现在 你要是往下一按 你妹妹马上就喝完 此时的铁锤哪管那么多 刚想去按 但妹妹东梅再次被程序给控制 上去就给了她一刀 接下来是东梅和春花的一场 一边倒的肉货战 春花被揍的是鼻青脸的 不过这春花毕竟是女一号 关键时刻突然开始放大招了 七里咔嚓就把东梅一杀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拿着电锯的半鸡也人杀到了 按钮就在手边触手可及 可春花非得等铁锤被杀了之后才去玩 这剧情设计的也太扯淡了 影片的最后 春花带着猪队友小方 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下行吗 未来全是高科技 人工肯定更便宜 趁着年轻多学习 以防将来被抛弃